大家好,在花生米里倒罐牛奶,用牛奶把花生米泡一泡,原来这么好吃呀,我也是今天才知道。 下面就把这个全网最火的花生米做法教给大家,非常的简单。 首先来准备花生米,花生米里面如果有坏掉的,有虫眼的,或者发霉变质的,一定要提前给它挑出去。 下面我们往里面加入清水,简单的清洗一下,将花生米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洗干净。 洗净以后我们再将多余的水分控掉,下面来准备牛奶,牛奶最好用奶香醇厚且香甜的过期牛奶,这样做出来的花生米口感奶香奶香的也特别的好吃。 将牛奶倒进花生米中,最好是淹没花生米,让它完全的浸泡在牛奶当中。 这一步也相当于给花生米做个牛奶浴。 浸泡的时间不要低于20分钟,这样才能让花生米充分的吸收牛奶的味道。 等时间到以后,将花生米从牛奶当中过滤出来。 下面我们在花生米里先加入面粉一勺,然后混动均匀。 跟着我们再加入适量的白芝麻增香,淀粉两勺。 淀粉的口感因为是脆的,所以我们要把淀粉裹在花生米的最外层。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才会奶香浓郁,香酥又好吃。 最后像这样,花生米的外层就像裹了一层白霜一样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我们还要用漏烧,把花生米里面多余的淀粉和面粉给它过滤出去。 下面我们把花生米下锅炸。 炸花生米时,一定要小火慢炸,避免火荡把花生米炸糊,影响口感吃着就不香了。 当我们听见锅里面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以后,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花生米给它控油捞出了。 为了让它的口感吃起来更加的酥脆可口,我们再进行复炸一次。 油温180-200度之间,复炸时同样控制好时间,不要超过30秒。 等花生米炸好以后,咱们给它控油捞出。 复炸好的花生米不仅口感香酥,而且颜色也会变得更加的红润。 由于花生米之前,我们用牛奶泡过了,所以吃到嘴里会有一股奶香味,也特别的好吃。 做法呢,也是相当的简单,特别的省事。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,同时别忘记点赞,转发,留言哦。 谢谢大家,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,我们下期再见。